大家好 今天来讲一部动作片《少灵门》 《少灵门》是1976年的老电影了 电影由吴宇森指导 红金宝做动作指导 电影中成龙首次担任重要角色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青涩的成龙 差点没认出来 我们来看看吴宇森是怎样评价成龙的 他本身已经是一个无助指导 还有在这些戏里面做小演员 小配角这样 而且他要很拼 他都是真功夫 教他那个时候没有穿上衣 教他摄在地上 他就这样摄在地上 不管上面也没有石头 电影开始清朝年初 那时反清起义此起彼伏 蜻蜓为了排除异己 控制武林 勾结了不少少灵叛徒 肆意杀害少灵弟子 逼得少灵弟子四处流散 其中以少灵叛徒 时少锋最为热烈 时少锋为负利益 灭绝人性 残害少灵弟子无数 而时少锋自知自己输敌无数 多年来除了训练巴虎将保护自己以外 自身的武功也不曾松懈 更练成了白鹤追魂拳 极难对付 为阻止时少锋继续残杀无辜 少灵方长派得利弟子云飞前去清理门户 并让云飞先帮助带着两广清军 主要驻守区密图的反清一师张义 顺利通过时少锋驻守的白石阵 并帮助张义渡过白鹤 让他安全的前往租界参加反清一师 云飞前往白石阵的路上 遇到运柴火的龙哥 借龙哥的掩护 云飞顺利的通过时少锋设置的检查关卡 在路上云飞和龙哥看到一名被残害的少灵弟子 时身被悬挂于树上曝晒 龙哥不忍看他暴石荒野 将他火化 这时云飞告诉龙哥他也是少灵弟子 龙哥提醒云飞 这地方少灵弟子和爱管闲事的人不适合生存 就此二人分开 云飞进入白石阵 撞见石少锋的手下 杜青准备当街斩杀自己的同门师弟邱国 云飞暗中救下邱国 邱国逃进云飞所在的客栈 云飞和店家合力将邱国隐藏 这时杜青赶到 云飞出手教训了杜青的手下 杜青看中云飞厉害的功夫 想要拉拢云飞 没有戏查客栈就离开了 云飞注意到客栈中一个房客 吹得一手好笛子并且剑不离身 店家告知云飞这人 人称江南浪子 剑术了得却被石少锋害得 亲手用剑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子 自此以后江南浪子一直消沉 滚恶度日不再动剑 云飞感觉此人不会如此甘于堕落 当夜邱国醒来 云飞只走店家与邱国相认 为躲避石少锋耳目 二人决定偷偷离开客栈 不想店家竟是石少锋手下高手马列 亦是为看听张义行踪而来 云飞和邱国二人已入圈套 却茫然不知 邱国告诉云飞 他与张义已经约好五天后相见 并将他与张义会面的暗号交与云飞 云飞让邱国帮助自己接近石少锋 邱国阴下了 于是第二天 云飞绑了邱国去见杜青 假一魔差事 借机接近石少锋 其实这时石少锋已通过 假店家马列得知云飞和邱国的底细 早已设下陷阱 等着瓮中捉鳖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云飞和邱国不敌武艺高强的石少锋 和他的八虎将 最终 邱国含恨而死 而云飞也被石少锋请住 石少锋令杜青言行拷问云飞 要云飞说出张义的下落 云飞宁死不屈 杜青爱惜人才 倒没有虐待云飞 云飞常看守的人不在 咬开捆绳准备逃跑 正好遇到前来救他的龙哥 两人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龙哥将云飞救回他的山中小屋 这时云飞得知龙哥的哥哥谭雄 三年前也被石少锋杀死 龙哥隐藏在石少锋的府里当财夫 就等着报仇的机会 云飞苦连棍法 用来对付石少锋的斩骂刀 龙哥看见不以为然 认为他的木棍是对付不了石少锋的斩骂刀的 龙哥还指出 他们需要一位用件好手 来帮忙对付石少锋的八虎将 不然根本无法接近石少锋 云飞这时想到了江南浪子 于是云飞冒险到镇上 去见江南浪子 江南浪子果然良心未明 决定同云飞一起对付石少锋 云飞和江南浪子 回山中小屋的途中 还遇到两位云飞的同门师弟前来相助 这样又多了两个对付石少锋的力量 回到山中小屋 众人开始苦怜对付石少锋的绝技 江南浪子助云飞练成了能断人筋骨的虎爪弓 用来对付石少锋的白鹤追魂拳 龙哥为江南浪子重新铸造宝剑 也为云飞铸造出可以对付石少锋斩马刀的铁棍 到了邱伯与反清义士张义约见的日期 云飞平安后顺利接到了张义 石少锋通过暗探得知云飞等人已经接到张义 于是命令八虎将驻守云飞等人的必经之地 面对困境 龙哥设计调虎离山 帮助众人平安地离开白石镇 在众人赶往白河的途中 有人暗中为八虎将指路 让云飞等人被八虎将轻易地追赶到 龙哥为了给众人争取到脱身的时间 自愿留下断后帮助众人击败了八虎将 自己最后却重伤牺牲了 到白河边 众人和杜青马列缠斗 云飞让江南浪子带人先走 自己留下断后 于是江南浪子先带着张义和云飞的两个师弟去渡河 在船上云飞的两个师弟凶行毕露 成江南浪子不被刺杀江南浪子 原来他们就是刚刚为八虎将指路的暗探 江南浪子拼尽最后一口气杀死这两个凶徒 最后自己也牺牲了 在众人的帮助下 张义安全地到达对岸与其他意识会合 在白河边 云飞击败杜青和马列 这时使少风感到云飞与他激烈对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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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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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云飞成功的击杀石少峰为众人报仇 这部电影整体造型画面等都不是美观 但作为动作片还是很有看点的 如云飞的扮演者谭道梁 而谭小弟的扮演者成龙等等 在里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电影中功夫动作硬翘硬马 不是现在能常看得到的 特别是最后云飞和石少峰的生死对抗 很是精彩 想感受功夫魅力的朋友推荐观看 且建议从后半段开始看 好了 电影已讲完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 给个点赞